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欢迎收听听说环境 我是绿色和平公众动员 暨社群发展的Cindia 今天想跟你分享一篇环境文章 轻松省电的30种方法 居家节能、节点 今天就能做 今年5月台湾发生社区感染 新冠疫情提升到了三级警戒 全台民众进入长达两个月的居家抗疫生活 展开远端上班和上课 炎热的天气使民生用电量大增 又遇到发电机组碎修、故障等问题 台电被转容量率频频亮灯 甚至一度陷入了停电和分区供电的窘境 也让人担心台湾缺电的问题 然而,资源有限,创意无穷 以下与您分享30种居家节能的方法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用零成本的省电妙招 为台湾减轻电力负担 为地球省下有限资源 也为自己守好荷包里的小朋友 首先与您分享冰箱节电的方法 冰箱是家中一年四季全天运转的家电 想要省电 重点检查项目绝对不能少了冰箱 事实上,从冰箱的选购 摆放位置 储藏收纳 到使用习惯 每个环节都有简单 并且马上就能够做到的省电技巧 可以好好运用 首先 冰箱周围温度太高 会增加耗电量 应该避免把冰箱放在阳光直射处 冰箱四周要留10公分以上的通风散热空间 因为散热不佳 会影响冰箱的运转效率 食物储存的太满 会影响冰箱内的冷气流通 增加耗电量 耗电量会增加4%到5% 所以日常采购的时候就要适量 不要吞雾 也要定期清洁冰箱 进行冰箱的断舍离 热食放凉后再放入冰箱 直接放入会提高冰箱内的温度 增加耗电量 冰箱不宜频繁开关或开启太久 否则压缩机需要多运转来维持温度 因此冰箱内的食物 平常就要分门别类的摆好 取用时才能够速战速决 在未来 选购符合家庭人数的冰箱尺寸 太大太小都不好 太换冰箱时善用节能家电补助 选购有节能标章 能源效率一级的产品 接着我们来到冷气省电方法 如果冰箱是家中常住的耗电小怪 那冷气就是期间限定的耗电大魔王了 如何吹冷气吹得省电又省钱 其实可以轻松做到 首先 室内温度超过30度以上的时候才开冷气 每两周清洗一次滤网 可以提高降温的效率 在开冷气的时候 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间 温度每提高一度可省电6% 开冷气时搭配电风扇 能够加速空间的冷气循环提升舒适度 睡前将冷气设定为梳眠的模式 定时4个小时关机 或稍微提高温度 另外 冷气在启动时最耗电了 千万不要为了省电而频繁的开关 除了以上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按照空间的大小 日晒的程度 选择相对应的冷气顿速 在换购冷气时 特别注意CSPF值 越高表示越省电 在安装冷气时 选择通风良好的位置 并且避免阳光直射 安装的高度要离地面 至少75公分以上 冷热空气对流效果会比较好 另外还可以搭配建筑降温方法 帮助房屋隔绝热源 让室内基本温度下降 自然而然达到省电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屋顶设置小花园 洒水设备 既美观又可以隔热降温 建筑物外墙也可以种植树木 或爬藤植物 能阻挡阳光直射 遮阴隔热 窗户使用隔热玻璃贴隔热纸 选用浅色的窗帘减少吸热 另外室外遮阳效果 比室内更好 可以在窗外安装遮阳板或百叶窗 未来若要新建房屋或整修时 可以将墙体加厚 或使用隔热建材以降低热传导 最后是照明省电方法 灯光照明虽然是家中 比较没有存在感的用电项目 但事实上约占家庭用电量的10% 只要有新 依然有节电空间 我们可以全面更换LED灯具 这样比传统灯具 省下50%的电力 定期擦拭灯具提高光源效率 早睡早起 把不用钱不耗电的日光效益 发挥到最大 然后最重要的是 随手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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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提到的家电外 还有其他的省电方法 电锅煮饭前先浸泡30分钟 可以缩短烹煮速度减少耗电 各式家电不带机 工研院计算带机电力 约占家庭用电的7.4% 医务累积一定的数量后 一次用洗衣机清洗 更省电 耗能又没效率的老旧家电 该换就换 听了这么多居家省电妙招 想必大家都已经盘算好 怎样从自家做起 省电省钱大作战 当你我从生活中 培养起随手关灯 节能减碳的习惯时 我们改变的不仅仅是 电费单上的数字 同时也在减轻地球的负担 如果您对今天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连结 前往绿色和平官方网站 阅读更多的环境资讯和专题文章 或订阅YouTube频道 观看更多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Candia 期待与您分享更多环境好文章 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